大家好,我是Stan 2016年威胁练习商韩瑟以推翻有关B.I.口供的YG杨颜色 被检方求刑了3年 11月14号,检方表示 杨颜色傍晚将女团练习商韩某叫出来对她说 弄死你一个人不是什么大事 营造恐怖气氛威胁她推翻口供 犯罪行为手法非常恶劣 而且在犯罪之后的调查共犯过程 一点都没有承认过错 也没有一丝的反省 被告人成功平息了对B.I.的调查 之后Icon通过国内外的活动 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而利益的相当部分都进入到YG最大股东 被告人身上了 陈述了求刑3年的理由 在检方之后 杨颜色本人也进行了最后陈述 我在引退后的27年来 有意志培养后辈们 1997年One Time Gnuchion开始 到Big Bang 21 最近也有尽全力策划Blackpink 虽然已经有不是YG旗下的艺人 但是从来都没有过因为YG而受到不利的人 这样的我对一个不是艺人的人说 弄死你一个不是什么大事 实在是一般尝试下无法想象的事情 在接受警方检方调查的这三年 仿佛时间好像停止了一样 这期间我有重新回顾自己 是因为我没有能够更成熟而引起的 对不起粉丝们 现在亏炮在全世界获得人气 提高韩国的形象 希望法官能有贤惠的判断 让我能给他们尽我微小的力量 当然这只是检方的求刑而已 需要在终审判决法官的最终审判后 才会决定杨颜色的量刑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求刑3年的话 这个那个什么的 最终应该就是个缓刑吧 报复威胁才三年 看样子最后就是个缓刑 虽然说韩瑟宜的口供是出了点错 但是求刑3年的话也算是不错了 当然在最终审判应该会减少 但我以为连这些都不会有了 对于韩国检方队杨颜色求刑3年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想要给大家介绍个 非常励志的一个消息 韩国有一位叫做金明杨的女协星 81年生 今年41岁 因为很能吃 所以跟其他三位非常能吃的男协星 共同主持了一个直播节目 MASHIN THE NYE SOFT 而这个节目也收到了非常高的收视率 然后有一天 在这个节目计划公开一个 让胖胖的人运动的节目 而主持人四人当中 KING MING YOUNG抽签被抽中要运动了 虽然一开始不想要运动的KING MING YOUNG 都跪在地上求饶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 KING MING YOUNG不管挑战什么样的运动 都学得非常快 然后在挑战了各式各样的运动后 KING MING YOUNG在社羁发现到了自己的天赋 而借着这次的机会 更加练习的KING MING YOUNG 最终考上了国际实用设计联盟资格证 然后在11月11号媒体公布 KING MING YOUNG将以韩国国家代表身份 参加在泰国举行的 2022 IPSC首枪设计设计 这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设计大赛 来自100多个国家超过1600多人参加 在刚开始MING YOUNG的时候 KING MING YOUNG能想象到 几年后自己会以国家代表的身份 参加设计比赛吗 一个人的人生 什么时候会从哪里有什么样的转折 真的谁都不知道 我们现在真的来不及做的 应该只有同性而已 虽然很有可能 你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 自己真正想要做什么 或者是还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天赋 但是只要勇于挑战的话 机会一定会等着你的 不过有些事情 就算你勇于挑战尽了权力 但是没有天赋的话 真的会非常非常辛苦的 就像我的英文一样 礼拜二又有考试